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否则国安法事后 硬龙老板娘李海胡在贴文中说 很多人说要向前看 不要再分颜色 其实由始至终我都没有分颜色 在黑暴期间 很多人支持我 近四年时间已经回归平正 生意剩到一个点 但真的没关系 一直撑住 他自周称 到现在 剩下一个都还记得我的是 食环柱 银龙咖啡茶座 在2019年反送中事件中 高调判警而为大众所属性 当民政府高官 议员曾光顾银龙 包括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局长 麦美娟 保安局局长邓炳强 警务署署长肖扎燕 就连特首李家超都是座上黑 今年1月21日年30 李家超亲临暗闹 老板娘李海胡即场感动流泪 更激动高呼 我终于等到了 圆梦了 李Sir我好多谢你 李海胡在事后 引述李家超即场回应称 我应该早点理 他赞扬李家超探访期间十分亲民 李家超則感谢他在反送中期间 第一时间支持警队 李海胡形容自己受重若惊 由于置身梦境中一时半响 未回过神利 之后二人在餐厅门口合照 对于银龙生意剩到一个点 不少网民松赏特首金具 生意好 有李家超护铺 你不交租 业主都脆来不脏 或者叫特首立法要求所有市民 一个月光顺一次 否则国安法事后 还有网民表示 通关之后 很多内地旅行团访说 食店供不应求 人多度要其介石 身为爱国爱党的食店老板 为何不帮手接待团友 没有大陆团都不用怕 借钱都要撑住 等西门梓敬来买杯热领茶帮补下 不过他这么沽寒 应该不会给两元转动饮 都有网民笑指 我男家支持政府 食环应该日日check 硬弄真是好骯髒 老板娘原来不支持政府吗 真是看错了他 自己不改善卫生 拉食环真是不要得 哎真是 民者心酸 听者流泪 不好辛苦大家了 静静地摘起来 不太好 香港政府真是搞笑 这边因为政治因素 逼得香港很多专业人才大量流失 那边竟然口颜无耻 率团赴英国伦敦抢人才 企图在短时间内 抢到100名海外医生来港 会不会有人冤者上欧 还是到最后 只是落得个陪了夫人游截兵的下场 话说4月1日余孕节那日起 没错又是余孕节 香港医馆局一年两日 在英国伦敦举行招聘会 由行政总裁高拔昇亲自出马 希望能够招募到100名 非香港培训的当地医科生 和执业医生来香港公立医院工作 当局指 招聘活动吸引超过500人 在现场及网上参与 高拔昇在招聘会上拼命或大饼 表示香港医院的工作模式与英国很相近 又说 识港广东话并非别谣条件 部分专科例如病理科、方舍治疗和麻醉科 交少机会与病人沟通 可以吸纳外籍医生 4月3日星期一 高拔昇还拜访了伦敦三间大学的医学院 讨论加强和与院校联系和合作 以及了解医科生赴港工作的意向 看来香港医管局真是求然若渴 不过已解散的医管局员工阵线前副主席 目前已移民英国的香港务师 罗卓耀在接受自由亚洲电台访问时表示 医管局今次招聘的目标对象是在英国的香港人 最大吸引力是高薪酬 但他表示当初香港的医护人员 在离开香港时已知道 英国的身水比香港低很多 但都决定要走 根本原因是与香港的政治环境有关 即使在香港新入职 年薪都比在英国的医生多一倍 不过他认为即使港府能成功吸引医生赴港工作 亦难以彼補香港的流失率 加上香港医护工作量比英国多近两至三倍 这相信是海外医护港要适应的问题 而至于那些在英国接受训练的人 就算知道香港的人工高很多 但亦很难在香港应付到 因为无论是医生还是护士 在香港的工作量比英国的多一倍 甚至两三倍 四年前护英读医的港人Jason亦表示 英国有较多的自由 因为香港不太适合自己 所以他打算留在英国就业 国安法实施后 香港三年合共留室超过1,247名全职医生 其中只有191人是退休 而非退休原因离职的人数 为1,056人占8成半 港付了这么多钱 出动卖医管局行政总裁 远赴英国抢人赛 而目标只有100人 都未知会不会达标 如果不达标 岂不是又一次陪廖夫人又接兵? 税务局宣布将于5月2日发出约240万张 2022、23年度个别人士报税表 有媒体表示 个人报税表在过去三年间 累积减少37万张 表示本港人口持续流失严峻 话题引发热议 不少市民推算 37万张报税表紧反映 税务居民的流失 如果加上非税务居民 与退休人士、家庭住夫及学生等 总计流失人口数目恐怕有五十多万 税务局3日宣布 将于5月2日发出240万个别人士报税表 明报翻查税务局资料 法院政府发出个别人士报税表的数目 至2020年度起连跌三年 首两个年度每年均减少大约15万张 至2022、23年度再减少7万张 虽然减幅有所放缓 但三年间已经累计减少约37万张 翻查资料 过去10个财政年度 2019、2020是分水岭 在此之前 香港个人纳税人口从237万上升至277万 6年间累计上涨40万 不过在过去三年间累计大跌37万 2022、23年度 个人纳税人口增落到接近2013、14年度水平 中大学者李兆波表示 如果市民失业 税务局一般不会即时停发报税表 数字主要反映移民潮的影响 因为移民人士需要办理清税手作 因此他认为本港人口应持续流失 不过随着移民潮方缓 吸报婚人挖回流香港 加上政府推出政策吸引人才 撩些西在明年或后年将会告终 不少市民推算 37万张报税表紧反映税务居民的流失 如果加上非税务居民 如退休人士、家庭住户及学生等 流失人口数目恐怕更多 比喻,平均每个家庭夫妇二人中有1.5%至2个税务居民 这样,37万流失的税务居民 可能来自18.5%至24.67万个家庭 假设夫妇二人平均有1个小孩 即是1个家庭有3个人 这样,37万税务居民反映有55.5%至74万人 已经丰狗来说 有市民表示,这个已经是保守估计 因为有些职业不用报税 很多家庭都不止有1个小孩 中有市民对前景表示悲观 称,所有事物都有连大关係 人口少了,楼价就跌 那政府地税都收少了 企业请不到人,要出告人工请人 生意又未毫毫 赚少了自然利得税到少了 并有市民说,有几位朋友未来下半年清税 看你终有牌跌 4月4日,立法会保安事务委员会 在会上讨论警务署三项 合公约57.8亿元的申请 议员吴杰章表示 警务署2016年已经就相关工程获勃款 质疑是否浪费资源 邓炳强就回应指 当年撥款的项目可与新系统兼用 所以不会浪费 事件引发忘文热义 警务署今次提出的三项 合公约57.8亿元的申请 其中包括用52亿元 去建立新一代通讯系统等 吴杰章表示 警务署早在2016年 已经就相关工程获得撥款 怀疑是否浪费资源 其实除了2016年 港府在2020年12月 在无事先公布的情况下 在政府一般收入中 撥出80亿元 以支付关于维护国家安全 未来数年的开支 但拒绝交代细节 只是说有关支出 用于支付国安委秘书署 警务署、国安署及律政司 就国安检控专设部门的支出 但不包括国安共处支出 当时都无解释 未来苏联黑子几多年 当时时任民主党前立法会议员 陶锦辛 在80亿国安撥款公布后 曾批评 国安开支透明度低于无字天书 今次警务署又私自开大口 说要57.8亿元 对此有评论指出 港府不是说现在香港又乱及治吗? 既然香港现在禁太平 为何还要用这么多钱? 为何不见在教育和医疗等方面 增加撥款? 是否想像橡皮图章? 一定过 都有网民风刺表示 其实可考虑撥款520亿 或5200亿 或更多 反正丹沙填海 蔡山人安乐 今日的报道就到这里 多谢大家的收看 报道真相 争变是弊 需要你们的大力支持 喜欢的话 记得给like 留言和share 我是May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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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